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白草圓夢計畫 我做的這個計畫是想要找100個生命女人 要分享100個勇敢的故事給偏向的孩子聽 我們的理念是每一個孩子都值得擁有夢想 每一個孩子都值得擁有夢想 這個理念跟計畫是從一個樓梯開始發想 在四年前我在家族中心當志工 那時候我負責的一個孩子叫大寶 他跟外籍配偶的單親媽媽兩個人住在醫院的樓梯底下 那就是一個三角形的空間 然後他們就用一塊布把那個樓梯跟外面隔開來 那就是他們的房間 然後外面就是只有一個很破舊的衣櫃跟一個書桌 那那個孩子他沒有熱水可以洗澡 冬天的時候他最大的用望就是可以跟媽媽去吃一個三媽搜索鍋 那大寶從小就會跟學校的同學打架 因為同學會瞧不起他 他覺得說你媽媽是怎樣 然後你們家是做親切工 然後你是坐在樓梯底下 那其實大寶很聰明 他卻不敢擁有什麼樣的夢想 因為他覺得他們沒有這樣的條件 那時候我的家裡奶奶95歲 姑姑80歲 然後爸爸媽媽都是超過60歲 那現在爸爸媽媽退休了 他們每天在家花最多的時間在幹什麼 在看PBS 那就是一部劇一部劇這樣一直看完 可是其實他們雖然沒有受過很高等的教育 但他們會有很多的經驗跟技能 比如說我爸爸媽媽都會炒一種很棒的菜 然後我爸爸會喜歡做水劍跟木工 那我就發想說 這樣子以後退休的老人 不要只是在家裡想說 我什麼時候會得癌症 我什麼時候也突然凍臨不到 我什麼時候被孩子送到養老院去被拋棄 他們其實可以有更多的事情來做 所以百草計畫的最終是想要在各個偏鄉 蓋養老院加育幼院 那可是養老院加育幼院 因為光建築物可能就要幾億 我沒有那樣子的錢 所以我就往前推 如果我還不能蓋這樣的建築物的時候 可以先做什麼呢 我想要找一些退休的老人 到固定的地方 比如說家福中心的提供場所提供孩子 這些老人可以去那邊 幫他們傳遞他的經驗和知識 可是其實老人還是很困難 比如說我會跟我爸媽講 你們要不要去做 他說我都工作50年了 好不容易可以每天都在看電視爽爽過 你叫我又一去做這些事 他們不要 那好再往前推 我可以找誰呢 就找年輕人 找有故事的人去做這樣的分享 如果讓這樣的模式可以跑起來的話 我就可以跟他們說 這樣的模式可以行喔 那你每天在家裡行的沒事嘛 你要不要試試看 所以百草養育院的架構呢 是會有一個醫療團隊 裡面會有醫生跟護士 然後會照顧養老院跟孩子 那養老院的老人呢 他可以把自己的經驗跟知識 分享給這些沒有教育資源的孩子 那這些孩子可以把熱忱跟開心 帶給養老院的老人 那身體跟心理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當我過得很開心 每天有目標的時候 我病痛會變得比較少 然後社會的醫療成員也會比較少 那這個醫療團隊不只是照顧這兩個族群的人 他還可以教導這些孩子 醫療的知識跟技能 他們十年後長大 他們可以選擇繼續回養育院做服務 那我如果不喜歡做這樣子的工作 我因為這些老人傳給我的這些知識上經驗 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所以我想要做的就是 一百個有故事的人去跟孩子講一百種可能性 比如說 回上一夜 我在家福中心跟大同醫療院的黃院長聊天的時候 黃院長跟我講說 其實家福中心有自己的一套幫助孩子 在他們離開醫療院的時候去找方向的方案 但是黃院長跟我講 在醫療院的孩子 他們的生長背景的關係 他們比較會習慣說 學長姐畢業做什麼 那我就跟著做什麼 那所以他們畢業的孩子 通常都會做美容美把 或者是餐飲服務業 這兩個比較局限在這樣子的方向 所以他覺得這樣子的理念 可以讓孩子多一點想法 對未來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想法 所以我們會先找家福中心 然後安置機構 最後當我們有比較多的資源的時候 我們會去專注於偏向的育幼院 我們要找100個有故事的旅人 然後去分享100個他的大學科系或者是工作內容 然後還有他的旅行的故事 所以除了旅行的故事 我們會切一部分的時間去介紹 我的大學科系念什麼 或者是我的工作室念什麼 我在聽了100個故事的時候 這些要進入職場的 或者是要進入大學科系的孩子 他可以知道會計系在幹嘛 工程系在幹嘛 然後統計系在幹嘛 或者是說我即將要進入職場了 會計工作在做什麼 服務業在做什麼 可是退休老人在哪裡呢 就是在座的各位 你們會覺得說 我現在才20歲30歲 為什麼我是退休老人 因為百草的養老育幼院不是一年後兩年後幹 可能是30年後才會幹 那個時候各位已經變成了退休老人了 我現在只是在幫大家種下這樣子的種子 所以在30年後 如果真的有幸可以蓋起來的話 大家就是可以在裡面分享的退休老人 所以我也希望說可以邀請外國的 志工旅行的背包客來做分享 因為雖然他可能講英文德文 但孩子聽不懂 因為聽不懂 那也是一種文化衝擊 所以會有針對老人的這樣的計畫 是鼓勵老人說去找回自己的熱忱 然後希望把每一個活動的那個 紀錄放在社傳上面 然後把願意做分享的人 累積成一個講師群 比如說我今天台北的活動 誰有空那誰就去 台中的活動誰有空誰就去 那希望每一個城鎮都能夠有一百個 生命旅人來做這樣的分享 那最後是希望能夠募資 然後蓋這樣子的養老育肉院 好,這是我的背景 簡單講一下就是創業兩次 然後做服務 然後工作就是在做飯店的籌備 這是目前的百草旅人 每一個加入百草旅人的 就是以後30年後 每一個加入的人我都會給他一個號碼 因為他就是支持我這個夢想的 100個贊助神 所以你是第一號 對,我是第一號 然後只有我在10月的時候認識他 因為他是在做企業獎座 然後有在做偏鄉回饋 所以那時候我跟他聊說 我也想要做這樣子的部分 他就說OK啊,fine out 然後在12月焦點 我又遇到了印竹 就是我在旅行的創辦人 他那時候在介紹南輝醫院 我就說我有這樣的概念 跟許醫師的有點像 他就說那你為什麼不把它寫出來呢 所以我在12月的時候 開始寫這樣的計畫 那其實這裡面每一個人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特別的故事 很多還蠻好玩的 那歡迎大家可以加入這樣子的計畫 可是這是全部非營利 所以大家沒有任何的配拿 那如果您對百草原本計畫有興趣 歡迎您加入這樣的社團 然後請你告訴我你的名字 您的大學科系 或者是您的工作內容 然後您想要分享的旅行地點 還有一句關於你自己的關鍵字 歡迎您用你的故事 然後援開的名字 謝謝